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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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杨茜茜 今年21岁 我是一个很有少女感的女孩 我的兴趣是演戏和跳舞 我希望大家记得我是一个 很百变的演员 你现在世界上 当你是最疼我 你都没有了你 没有了你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你不要了 现在在很多的剧集里面 都有很多年轻的演员 演技非常亮眼 其中一个就是喵喵歐明廟 我们欢迎喵喵喵 其实在《爱上我的水神》里面 大家对你的演技 真的很惊喜 特别是你被杀的一场 大家会觉得眼阵很空洞 有一种心寒的感觉 你当初听到大家 那么留意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怎样 其实当初没有想到 大家会那么留意那一幕 因为也是我第一次拍《死了》 就是拍《被杀死》 而且其实我也是一个 flashback的演员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回响 和关注 就这样看就不像是第一次演《被杀》 你怎么准备的呢 其实那场那时候也算挺辛苦 因为怎么说好呢 他有很多前面的打斗 到后面哭得很绝望 那时候我就一直是想 保持自己的情绪 我保持了整晚 我们那时候可能由 晚上六七点到第二天 凌晨六七点 就一直保持 很想拍我大头的时候 最真情流露的时候 我就很害怕情绪很快去了 就一直在想 那时候我记得导演就一直叫我 狠狠 再狠狠 背着镜头 背着镜头 我见你之前 亦都在《啪啪啪的少女》时代 做连瑞尼的年轻版 那次又怎样呢 那时候很特别 是我入行以来 第一次有 比较多气氛的角色 然后他比较特别 就是因为在这部电影里 说我能打得 我要去学打拳 就特意回来公司 然后学了三个小时 学了三个小时的指导 那时候很好笑 我记得我和指导的老师玩了 倒立 谁知道我自己 倒立不可以把手放松 我的手没力 一放松 然后我整个头都跌到地上 那时候在这里有鱼了一大块 那是不是要站在拍摄那里 我那时候可以遮住它 那时候我说鱼了 那时候他们每个都会吓得 那时候玩得太开心了 但你本身应该不是怎么… 不是 不是怎么那么好动 就是动手动脚那些 是,但幸好我本身有跳舞 可能我的柔軟度都可以 是 如果之后有些角色需要 你真的要很密集地去打 你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我也想试试做打女 天不怕地不怕 我框框声的 记住 我在你这里 没走过 嗯 嗯 就算怎么也好 就算我现在死也好 我方延峰 都要人家记得 我一世勇志行投 丙天立地 那次和阿田也有机会可以同场 有没有都学到什么 或者他怎样指教你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前辈 怎么说呢 我觉得那一场 那个剧本没有说他要哭 或者我要哭 但是我们那时候互相眼神交流 看着他这样做 我的眼睛都红了 很想哭 就是他一个 我觉得可以 带动到你情绪的一个演员 但其实我现在看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喵喵 都会演一些 可能学生 少女的角色 你也会想挑战一个很完全不同的你 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角色很想试 第一,我很想试试拍古装剧 因为我没试过拍那些 真的戴上头色 第二,我很想试试做一些反派 反? 或者性格很跳脱 很名妙做反派? 对,或者做杀手 小丑女那些 我觉得这些角色很帅 还有很多发挥 可以让大家看到我 可能另一面 但是如果你为了一个角色 其实有时可能会做很多不同的牺牲 你刚刚说 譬如说你要去练习 要学一些东西 但如果可能是外形上要改变 譬如说 可能NSA叫你去剪短头发 剃光头 你可以吗? 我之前也因为拍戏剪过几次头发 就是那时候 我一直很想留长一些音 就被人剪了一个齐齐齐的齐音 剪了很久 那时候被我的朋友笑了很久 那时候好像拍《星空谷的人意》 还有好像《二手店》 两部电影都连在一个很沽的头 对,而且女生的头发是生命 但没有 也要为拍戏更加符合的角色 如果有一个角色是很有发挥的 所以你真的要剃头 可以吗? 如果她真的有发挥的话 她说我会拍戏 我会拍戏 那说起你的入行 即是演戏之路 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 那时候你为什么会去嘉燕姐 那个艺术中心上课 其实很好笑 我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想过入这一行 也没有想过做演员 我在学校的时候 因为初中一定要规定参加一些兴趣班 就参加了一个英文的剧场 那时候有一个师妹 她有去嘉燕姐妈妈学校 她就说不如一起去学校 然后我也想了一会 就试试吧 就去了那里上课 上课了可能几期左右 就突然有剧场 那时候是一屋里有几个剧场 然后就去了 就中了 这样就开始了 那时候还没有很想做演员 我去到拍戏的时候 第一次拍戏,第一次感受 就开始慢慢像 上网演员的方向发展 然后你又曾经在嘉燕妈妈那边 组成了一个女团 是,Honey Beast 是 之后如果跟嘉燕姐 正如说再找你 Yumi、Sabrina 再组一个女团 有没有可以呢 当然可以了 有没有想过 你们这个组合出来的歌曲 是怎样的 我觉得可以走Girl Crush的风狗 有型的 Yumi,其实之前也有一个机会 是让你去韩国做练习生的 但那时候是有什么原因 会没有了 其实那时候 是我自己决定不去的 因为当初 中心没有说是哪一间公司 然后又没有说是什么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 有一间韩国公司来试试 就试试 我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决定 纯粹试试看自己行不行 谁知道那一陣子 是一间韩国公司来香港 拍摄试试试 谁知道那一陣子 香港只中了我一个 然后嘉燕妈妈就打电话 约我妈妈来,然后去聊 然后聊完之后 我就回家想了一天 决定还是不去 现在回想起来 你会否后悔呢 其实也不后悔 因为如果我去了 我就不会有机会出现 他他他的笑的时代 直到现在 就是我上我的衰神 然后在这段时间 我也更加发觉 我自己应该是 更加喜欢去做一个好演员 比起女团 就算你有演技也好 你也会有人当你是偶像 可能你的私人生活 又要很低调 可能不知道可否谈恋爱 很多事情你都不可以做 你会否也有个觉悟 很小的时候是有 因为小时候是想做女团 是 我觉得偶像是不可以拍拖 然后到现在做了一个演员 经理人都跟我说 其实可以去拍拖 他想我去拍拖 也有更多的经验 对 这么开通牙 对,反而想… 他那时候… 我记得有一年盛达肯说 你今年快点去玩 快点出洞 会跟男朋友回来 他鼓励你出洞 是鼓励我出洞 如果真的被你第一次拍拖 你有否有些扎偶条件 有些扎偶条件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特别认识 我觉得可能比较合 比较重要 年纪有否要跟你差不多 还是怎样 我没所谓 比较大 比较小的时候 比较小的时候 现在很流行 对 所以你也是很开放态度 也是跟你合作 对 脱缘了,我不够 对 你播完后 很多人会找你报名 你可以慢慢选择 说了这么久 也有一个小游戏想跟你玩 想了解一下 究竟欧明苗会做什么选择 现在我给你一个牌 是 有A和B 看完那些问题之后 你就看答哪个 好 你租出来就可以了 对你来说 都很简单 好,第一个 有两个角色同时找你演出 但是只可以选一个 你会选什么 我会选A 是吗 因为我所说 我想做一个打女 是 你要做杀手 对,要做杀手 是 好,接着 这个 就是做娱乐园 每个人都会想明理相收 但如果你只得到其中一件 你会选什么 我会选B 我觉得做演员 一定会选B 比起多钱 你有好作品 肯定是 满足感更大 是,可能如果为赚钱 就不是做这一行 是 接着这个 有剧集找你做主角 好,但就要你为角色做以下其中一件 你会选什么 A 狂吃,增肥,20磅 B 就是禁食,要粗肌肉 这个都是B 是吗 因为这个比较漂亮更漂亮 A 你胖了就没有美观 那监制们快点找表妹妹去做打女 打女 对,不要被人打那些 因为他很明显 他真的很想走这个型格的打女路线 好,其实做了这么久的演员 你有没有想过 十年之后的欧名妙又会是怎样的 那我野心大一点了 我觉得十年之后的欧名妙 会是一个女主角 这是目标 就是十年之内要做一个女主角 是 为什么要拿奖 最好当然要拿奖 对 现在我们给你一个机会 试试对十年之后的欧名妙 去说一番说话 可能你到时十年之后再看 你就可以把这些说话 写在这块板上 然后就跟十年后的自己说 好,是不是差不多了 完成 好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跟十年后的自己说 我想对我十年后的自己说 我很感谢你一直都坚持自己的决定 还有不忘初心地坚持下去 那十年之后我们会给你们 是吗 好 到时你可以再感受一下这番说话 是有什么意思 今天非常开心 和Milby说这么久 也希望你真是早日达到你的目标 是 十年内做到一个女主角 谢谢 亦可以更加多的观众去认同你 那我们加油了 谢谢 谢谢